在丰盛港滑艇遇难的女商人潘玉珍 遗体昨天晚上回返国门 今天举行丧礼 前去吊咽的包括她生前一批 热爱华独木舟的好朋友 来看记者徐永森报道 57岁的潘玉珍临堂设在 淡宾尼12街住家楼下 家人在至丧处布置回忆区 通过照片缅怀她 潘玉珍知足常乐的精神 令幼子彭明玉毕生难忘 潘玉珍曾是一名龙舟国手 前去吊咽的包括同他一起 华龙舟和独木舟的朋友 潘玉珍这个月8号在马国 丰盛港滑艇失踪 遗体星期三在距离出世地点 约100海里的海域被巡货 她的灵鹫将在下星期二 送往万里火化厂火化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森报道